IT全播报 新奇酷炫早知道 康宁公司的大猩猩玻璃 可以说造福了很多手机 近日康宁公司还正式发布了 堪称是大猩猩系列 史上最强的第六代大猩猩玻璃 该玻璃能够从一米高度 落至粗糙平面 15次机能保证完好 这样的数据也的确非常强悍 不过现在这款康宁最强大猩猩玻璃 要被三星给超越了 据相关消息报道 三星近日在美国宣布了一款 不易损伤的智能机OLED面板 而该产品还通过了UL军规认证 而测试的成绩更为惊人 从1.2米的高度跌落 竟能在跌落26次后保持完好 而在1.8米的高度 单次跌落无损伤 这样惊人的数据着实让人汗颜 另外该OLED面板 在极端温度环境下仍可正常工作 在关于产品构造方面 三星透露车是在柔性OLED基础上 外附着了一层不易碎的机制材料和透明纸 与传统的玻璃盖板不同 而且透光率和硬度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三星还表示 新款OLED面板主要将应用在智能手机领域 未来还将拓展到汽车 平板 游戏掌机等 不过我们还是很期待 它能搭载在最新的Galaxy系列上 这样或许也能成为一个大卖点 至少我们耐摔啊